好,我們先切到左視角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地板 所以我按S然後Z把它壓扁 SZ再壓扁 按S把它放大 再按SZ再壓扁 好,這樣一個地板 好,一個地板 好,已經OK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加一個方塊 Shift A,加一個Cube 那這個Cube這麼厚的話是不會倒的 所以我們要做個骨牌 要薄一點 S,Y,把Y方向壓扁一點 好,這樣子我們就得到一個骨牌 好,那關鍵在這裡 我們呢,要選Blender Game 這Game的模式 然後在這個,這個物理效果這邊 它這裡有一個Rigid Body 就是鋼體,硬體 那Soft Body是軟體 硬體 硬體 硬的物體 那這樣子 OK,我選好之後 它的參數我都沒有調它 我按一下P OK,你可以看到它掉下來 這個好像那個角度不太好看 按P OK,它掉下來 那另外一個是可能燈光不太好 我加一下環境光 加一下Word的環境光 這裡有沒有環境光 這個是Game Mode 好像沒有看到環境光 就算了 我按P它有掉下來 你有看到它的這個 OK,那我就把這個東西呢,複製 Shift D 複製一個 這樣放在這裡 再Shift D 好,我這樣 這時候按P 怎麼散開 我可能做錯了什麼事 它居然散開了 剛剛會掉下來 現在是散開 它碰撞的範圍 那我先把這個砍掉 它現在怎麼感覺 好像已經碰到了 好,我按P 這樣會掉下來 沒錯 那 為什麼它會散開呢 看一下 是不是因為它碰撞的範圍太近 OK,這樣會掉下來 沒錯 按這樣呢 哇,真的散開了 它們兩個之間呢 感覺好像有個彈力 這應該是這邊的問題吧 為什麼會兩個彈開 OK OK 目前 重力1.0 半徑 哦,半徑1.0 這可能是問題 Radius of bounds Sphere Sphere And material physics 那 半徑1.0 它似乎用了一個球狀的 的範圍 所以我應該要 怎麼樣讓它 好,那半徑縮小了 半徑0.1 好,這樣試試看 呀 最后面的要怪 好 所以 OK 半徑0.1也不行 半徑1.0會彈開 所以不能用半徑 欸,我記得它剛剛有設一個地方 是 是它在設那個 碰撞的型態 各位還記得在哪裡啊 Edged bounds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那 我也是哪裡呢 哦 collision bounds 這個 應該是這個 它設的是 converse hole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我也是 collision bounds 設 converse hole 好,按P 欸,可以了 好,所以這時候我可以 這個 shoot d 好,那我把這一個呢 轉一下 好,按P 哇,沒打到 太,太遠了 好,OK 再按P 好,這下就有倒 所以 各位 欸 只是奇怪 它好像只有game mode 可以 的選項有這些 如果不是game mode的話 好像沒有 在這邊按P就沒用 只有在game的時候 才有用 這一點我就還不是很了解 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那它的game mode 其實blender可以用來做遊戲 而且可以用來寫程式 它可以寫python的程式 然後可以用python來設計遊戲 那 這部分是我們完全都還沒碰過的 各位 可以試試看 好,那這次我們做了一個骨牌 好,那這次我們做了一個骨牌 我們用來做一個骨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